14日傍晚埃及拉法边境外涌现人潮 以色列哈马斯开战近七周以来 传出再有13名被哈马斯俘虏的人质 遭到释放 以哈修战协议正式生效 第一波人质释放 妇女幼童等13人即将回到以色列 稍早泰国总理也宣布 市民被哈马斯俘虏的泰国公民 也将一并重获自由 四天下来预期将分批释放50名人质 交换巴勒斯坦150名囚犯 而休战首日早上七点半 加萨烟消逐渐散去 民众终于迎来一丝喘息空间 小朋友露出大大笑容 遭战火波及 撤离到南部的加萨民众 扛着家当开心踏上归途 及时收到警告也要回家看看 修战协议中包括每日200辆物资卡车 加上燃料救援行动都将逐一进入加萨 感受到难得一见的宁静 连远在耶路撒冷的民众也大叹 希望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而外媒指出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让休战协议变卦 因此头两天作为测试期 就看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老百姓更是希望这样的和平景象 能够持续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